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世袭 輕鬆 世史 那也不用我再吹嘘第一名了吧 每天聽我開場講第一名 那我們今天就來低調一點了 不是因為今天台北股市大漲 才拿到第一名 不是這樣子的 投資朋友 當然今天台積電的功勞非常大 那請問你有沒有台積電 投資朋友 我先講一下 現在我不是要約於有台積電的投資朋友 因為操作的習慣不太一樣 如果你有台積電 我相信你是比較大波段操作 但我這邊操作是操作什麼 操作獨門的標股 我這邊講求的叫速度 那投資朋友你也可以慢慢來 那你也可以快一點 那就看你啦 看你的選擇 那今天我就不講第一名 那你把我的節目看完 你再來評論 我是不是第一名 那你今天認為 我開場會講父也嗎 我開場會講父也嗎 先給你看一張字卡 暗黑 來 你有看過這一張字卡的請舉個手 你有聽我講過 暗黑的請舉個手 暗黑6月6號 那有玩遊戲的都知道 有看過嗎 有聽我預告嗎 好那再接下來當然要講一下父也嘛 對不對 父也 那 沒有遮耶 完全沒有遮 明著講的 上個禮拜請你來 如果你有來 輕鬆 40% 接近50% 我不敢寫50% 這27嘛 你用今天 的最高的位置 去計算 41塊4毛 它是50% 那我講40% 那我講40% 請問你有沒有來 好那再回回到這一張 那請問暗黑是哪一檔股票 暗黑 好像很好猜耶 電競啊 因為上一檔最標的叫 安泰克 他也是跟電競有關 我節目上講了之後 他漲得快一倍 那我也叫你不要追啦 不要追 因為有新的暗黑 那 暗黑是哪一檔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電腦 來 那暗黑有沒有人猜得到 好像還蠻好猜的 3540的 曜月 有沒有預告 三開頭的股票 先讓你賺再說 這張字卡你看多久了 這一張有沒有看過暗黑 我不是因為今天 曜月漲停板 那我再來跟你什麼 跟你說他的好 他接下來有什麼利多 他接下來會有什麼體財 6月6號 我是在第一檔區先請你來 先請你來 我們講本週就好了好不好 本週 本週你有來的話 會有不一樣的格局 先從負野開始看 2736 我在預告的當下 我在銘獎的當下 你事實上你還有兩三天可以買 你還有兩三天可以買 當然你跟政軍同步的 起步驟的會買早一點 沒辦法 因為我喜歡買突破的位置 那當然我開始預告 你還是有充裕的時間 你最少啊 你還是有兩天到三天可以買 那買完會有什麼感覺 投資朋友 因為我是上個禮拜預告的 上個禮拜預告的 那最起碼你禮拜一買進 禮拜一買進 你最少有40% 我沒有寫50% 是因為你沒有參與到50% 但是最基本的 你看節目 因為上禮拜在預告 上禮拜在預告 你可以買禮拜五 你也可以買禮拜一 它就是40% 你不要懷疑 你真的不要懷疑 那我們就要講本週就好了 那你剛剛有看到要約 暗黑 那這是副也 你慢慢看 你再來評論 我是不是第一名 萬丈高樓 平地起 Sorry Sorry 4543 來 我們不講前面 我就講本週就好了 可以嗎 可以嗎 當然我不是這邊才開始講 我這檔股票我講很久了 這檔股票我講很久了 我講非常久了 那低檔你不會要 低檔你不會要 對不對 那本週還有什麼股票 還有長榮行 我說你啊 不要買貨櫃 對你要買機票 你有沒有印象 那我是突破開始買 突破 到今天 他是創新高的 他是創新高的 8940 新天地 投資朋友 請問你有沒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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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天地是蠻特別的 你們是看日線 我看月線 下面給你放成交量給你看 請問投資朋友 請問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 那 那 如果不小心突破這個38塊8 這是月線 這個是月線 我很喜歡比一個動作 我很久沒比了 但我在比的 好像沒有一檔是失誤過 我會問你說會不會過錢高 會不會過錢高 會不會過錢高 我問你三次 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財報 第一季的財報 是去年全年的兩倍 第一季的財報七毛四 那第二季的財報 會超過多少錢 我先講 會超過一塊錢 一塊多多少 一塊到兩塊 讓你猜猜看 那請問投資朋友 第一季加上第二季 我們就大概算一算 大概有機會兩塊錢 那請問股價 我今天要問你是 你認為合不合理 如果上半年可以賺兩塊錢的公司 那三十塊合理嗎 合理嗎 你看這檔股票 你看一下 這股票我也覺得 我也不太敢碰了 為什麼 第一季財報很好 兩塊 但是這個兩塊錢 他的股價在一百多了 那請問投資朋友 那如果這個 你是不是一定要等到看到答案出來 看到答案 就像你今天看到 躍躍的答案 躍躍 暗黑 掌停板 那請問你有沒有來 你有沒有來 好 投資朋友 這個測標 如果你是我的客戶 你是將軍家族 你是將軍家族 請問投資朋友 你有大世襲的感覺嗎 不是因為今天台北股是上漲兩百多點 我們家的股票 不是漲停 就是創新高 而且我檔檔都有預告 我檔檔都有講 甚至是公開跟你講 40%的副也 你連猜都不用猜 那請問是不是第一名 我通常在起仗之前 我都非常的興奮 講話很大聲 但是我也有一種很好的習慣 當股票飆上來 我會很低調 你看我今天講話的頻率 你就知道我非常非常的低調 那請問投資朋友 你現在在想什麼 哎呀老師那個6月1號 很多事是猜不到的 如同昨天的廢伴 你看 一口氣漲了7% 6%多了 接近7% 連我也想不到 那全市場都會跟你分享 應該買什麼AI晶片 對不對 也可以啦 我並沒有說那一塊不好 那大家都在講AI晶片 那我們就留給別人去講 我講的是獨門的標股 全市場沒有人有 而且我很喜歡開發標股 就是找那種沒有人知道 低檔區的沒有人認識 那低檔有一種特性 你在低檔區買 你不用跟別人去搶 甚至說排隊 排隊去買掌停板 還買不到 那請問我是不是第一名 我今天沒有講 我今天開場沒有講我是第一名 那你去評估 你去看一看 我是不是第一名 那請問你有沒有 我剛剛講這些你有沒有 希望你有 那如果沒有的人你也不要不要灰心 不要氣餒 因為我要準備接著 接著迎接下週 下週的新標股 那我先講一下 這三天有看到本節目本時段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按照老規矩 看完節目 按一個讚 我跟你分享 我跟你分享下週 另外也是六月的新標股 我不去跟你討論 先前怎樣怎樣 先前就過去了 過去了 我總不能叫你再買副野吧 同學 50%我叫你買啊 但是你可以買低檔區的 那你認同我的 你相信我的 你確定你會買的 這是一檔超級超級低檔區 他今天的股價還在歷史的低檔區 但他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我當時候在介紹的華城 三十幾塊的華城 很像 到底有多像 我們來看一下電腦 那華城現在是跟我沒有關係的 這我也不敢買了 這個留給別人去買好了 來 同志朋友 這檔股票我是在低檔區推薦 同學 我講很久了 我講的並不是馬上漲 我講還跌了 會員朋友可以幫我做見證 會員朋友可以幫我做見證 我講的時候還跌下來 那上漲之後又整理了好久 哇塞 又整理了好久好久 對不對 那有什麼股票 是在低檔區的 那我們先問投資朋友 請問華城 華城是做什麼 來投資朋友 你們現在當然知道 他跟充電樁是有關係的 充電站 因為我是全市場第一個推薦華城的 你有沒有看過有一個圖 就有一個充電樁 你有沒有印象 我說那是Porsha 跟Porsha 那後來我有給你看一個充電站 就是說高速公路 充電站 充電站是誰做的 華城 那請問華城先前是做什麼的 我們來討論一下 華城先前他的體材是什麼 華城啊 在好多年前啊 他吵的體材是離岸封電 有沒有印象 但是現在講離岸封電就落差了 民國幾年還在離岸封電 用愛發電 投資朋友 幾年以前的事情了嘛 是不是這樣 那但是他從離岸封電 他現在的體材 充電站充電樁 所以他的股價從三十幾塊 漲到一百四十塊 那請問投資朋友 那還有什麼股票 他也是在低檔區 因為我知道你們都很聰明 你們也不想犯錯 犯什麼錯 如果老是美債 如果假設他是有 有問題的 那好像股票都不能買 是這樣子嗎 不是 那我今天要徵求就是 你相信我的 你認同我的 你肯定我的 你確定你會買的 這三天不限任何的名額 看完節目按一個讚 你看 我講很大聲 股票在起仗之前 我都講非常大聲 老師 比較小聲的 我知道 連導播都會幫我調聲音 我太大聲 那聲音就降下來 那導播調的 是不是 有沒有感覺 老師你又開始發瘋了 沒有發瘋 我在起仗之前 講話都非常大聲 希望你要來 我是全市場最有霸氣的分析師 我沒有十足的把握 我不會叫你來 那這股票很有趣 他原先是做筆電 筆電你知道嗎 筆電 但是筆電 筆電也做不贏大廠 他現在轉型 轉型做什麼 做儲能 有看過長元科那一張吧 有沒有看過 政府兩年經費760億 還記得嗎 其中有一項叫儲能 不要忘記了 那他從原先的筆電 開始轉型 轉型 那順便跟你報告一下 因為他從筆電轉型 做新的產業 所以投資朋友 這個新標股 他為什麼會標 因為他開始轉型 第二個 他在去年的時間 他把整個體系最差最差 全部打消 我再講仔細一點 去年的前三季竟然虧一塊多 但是他第四季他覺得算了 筆電那一塊 筆電那一塊不會算 不會算 他全部打掉 所以他第四季 去年的第四季 單季虧了三塊多 同學啊 我的媽呀 前三季虧一塊多 第四季又虧了三塊多 去年虧了五塊錢 所以他的股價在低檔區 但是我跟各位投資朋友保證 你今天看營收你看到沒出問題 你絕對看不出來 這就是我跟你之間的差別 因為你常常喜歡用營收 獲利 來跟政軍討論 老師那怎樣 你說我都知道 但是我知道你不一定會知道 同學 我知道不一定你知道的 那他去年一次打消這麼多 虧了將近五塊錢 但是跟投資朋友報告一件事情 他從筆電轉型要做儲能 這一塊 他第一季 今年的第一季轉虧為贏 虧了五塊錢的股票 他第一季開始發光發熱 只是讓你小小小看到 你有興趣的 今天不要跟我客氣 但是我是要你是來參與 你會買的 不是看啊 同時看不好 你看案那你看幾天啊 你看副業你是看幾天啊 投資朋友 我不用跟你說的 你用吉他你也不敢買 不是說我 我說的這麼紅色 你看看我們的大四肆 我們不要說有的沒有 給你看看 給你看看來來來來 這是我們家的口訊 這是我們家今天的口訊 大四肆 大四肆不要說 長榮航你有沒有 今天創新高 按黑你有沒有 6月6號 按黑 你不要看幾天啊 我跟你說要複製安泰克 你沒信耶 這安泰克就是 上的傑作 我告訴你 你沒信 我告訴你沒關係 這不要買 這不要再買 這不要再買 你現在還買這就落差了 你現在要買這 同學 你現在要買這 我就告訴你這沒人知道 沒人知道 全市場沒人知道 全市場沒人知道 按黑 要月 漲停 那副業別說啊 副業本週的40% 本週你看清楚 叫本週 本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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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的40% 新標股在那裡 低價低檔的轉機標 轉型成功 正常在筆電的 不要再看 他打銷 他去年都打掉了 你看去年的虧損 就知道 他應該把這個打掉了 打掉現在要做儲能 超級低檔區 好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這個啊 同學 同學 你今天看到這個 你看到這個 那沒有這個 那也沒有這個 這價 這躍躍也價 副業也價 新標股也價 都價怎麼有這個 東啊同學 要看這個嗎 今天看完節目 老實講喔 我今天不限任何名額喔 我今天因為這低檔區 隨便你買 這三天有看到本節目本時段 你想要體驗六月的標股 我再一次喔 再次跟你講 他是六月的新標股 看到本節目本時段 看 看完要按讚喔 按完讚 直接來領取中場先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來 好同學來 你有沒有副業 本週不多 40% 那你有沒有躍躍 暗黑 暗黑就是躍躍 那你有沒有新天地 新天地你要把握一下 你要把握 你真的要把握我今天拉回是讓你買的 拉回你要敢買 這是我們家今天的口訊 我想請同志朋友 這什麼 這什麼 那今天你看完節目 因為這三天我想跟你分享新的股票 這三天 看到本節目本時段 最新的轉機標 最新的轉機標 我希望你來體驗 體驗什麼 體驗六月最新的標股 這一檔股票 看完節目按一個讚 先讓你賺再說 來體驗吧 怎麼體驗很簡單 我們仍然是勞規矩 老動作 把電話撥通就對了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再見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介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複蕩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現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